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业系统 在这边我们选择Windows 接着在这个页面显示要下载的档案版本是7.0.9 这是64位元版本 我们在这里准备从Github网站下载 所以单级Github 接着选择储存的档案位置 之前我们建了一个TK的资料夹 现在就把这个档案储存在这个位置 确定之后单级存档 开始下载 下载作业完成 打开资料夹 在资料夹中显示的下载档案名称是 KeyCat 7.0.9 x86 64.exe 这就是我们下载的档案 双集刚刚下载的KeyCat 7.0.9 可置新档 首先出现欢迎使用KeyCat 7.0.9 安装程序的画面 单级下一步 再接着单级下一步 接下来出现选择组件的视窗画面 在这边我们主要按照它所预设的选择就可以了 一样单级下一步继续 接下来要选择安装位置 KeyCat预设的安装目录 在CProgram File KeyCat 7.0 这一个路径底下 如果要改变就请按浏览这个按钮 否则就按照它所预设的安装目录 单级安装 KeyCat正在安装应用程序 最后会出现KeyCat 7.0.9 安装程序结束的画面 在这里 单级完整序 完成 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桌面看到KeyCat 7.0 这一个捷径 完成之后 这一个捷径 完成之后 完成了 完成了